大家好,这是Chenix,为了带来Ramanent游戏 我们现在呢,应该是在继续我们这边生存模式 应该上期应该是打过了两个BOSS 现在应该是朝第三张图吗 或者说第三个BOSS在进发 目前的节奏应该是 好像每次传送都是会有两 应该是一共有三张图 现在我们是在等于是一个第一张图 可能跟上一期这个环境应该是差不多 像这个图打完之后呢,等于是进第二张图 然后第三张图的时候应该是会有一个BOSS战 应该是,应该是这么样子 看一下,毕竟很多东西对我来说也是比较新鲜 最主要的是之前打都是可能是难度在比较高的难度 我的印象中就是这把枪在高难度下说的话 不是特别的 不是特别的有吸引力 它的弹药消耗跟你的DPS输出 有点太严重了 就是弹药消耗很快 虽然DPS也不弱 这把武器应该是被削弱过 最早的时候其实很强 削弱之后呢就等于是 反应上弹药消耗很高 还是被打破了 削弱之后 削弱之后好像是我的 血跟蓝会毁满 怎么走 还是他的 打他头上了吗 他带着头盔 嗯 都是一些没有什么探索价值的地方 这模式中目前发现就是 如果你能找到箱子是最值的 这边好像是什么都没有 有一个紫带 所以我真的是非常不喜欢 敌人的整个这个地区的敌人就是 我感觉我的瞄准速度已经是 已经是比较快的了 直接瞄到这个人身上 他第一时间就是直接是一个 侧滑步的一个回避 而且那个回避 刚才我用那个 就是光束枪也是 可以看见他有一个很长的无敌时间 我是觉得非常的 我不太喜欢这种敌人很影响一个 操作的一个游戏的一个连贯性 就感觉上这个敌人就是浪费你时间的 如果说你瞄准 瞄他半天 然后他 进行一个回避动作 觉得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情况 你的准心只要是跑到敌人身上 他马上就回避 我是觉得 做的有点有点假 这个boss是吧 我忘记了整个这五个钟的一个顺序了 好像是 不对 如果不对的话就只能是硬打了 实在是想不起来 说话我有点 心里有点虚 这个boss基本没有怎么打过 嗯 我怎么感觉他先打个我 嗯 嗯 好吧 除加血 可是这个东西还是打不坏的 然后出敌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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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模式不熟悉 打死了 这个手枪是很喜欢 这样我们先回 就等于是刚才这张图好像是只打了两个敌人 只打了两个图 然后就直接是最终boss了 然后给了狙击枪 看一下我现在的 这个东西有变化吗 没有变化 3000块钱可以升级一下我的这个加写 这次好像是你捡东西的时候会有一些额外的收益 这是一个召唤 可以考虑 所以我们现在有召唤的一个加强吗 个肉博的东西没有什么用 降低扩散 3%吸血 但是加写物品的东西降低95% 这个 嗯 这样武器什么的应该是没了 这样我们看一下 这个sum color应该是什么用都没有 这个东西我可以给它 给它换下来 然后 我喜欢这个东西 我是很喜欢这把手枪 我是很喜欢这把手枪 伤害的话 我觉得可以换上这个狙击枪 我还有其他的mode可以使吗 我可以使这个 我怎么升级我的不能升级吗 就是感觉很奇怪 还有冰冰冻 我觉得这些东西我可能都要买一个至少 这个倒是很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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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60分钟 觉得买一个这个加写吧 现在1500买一个现在是到了200 我做个试验这个买完之后 就等于是这东西不变 但是它的东西这个价钱变贵了 我在猜想你每次开始一个生存模式后 可能这四本书是随机刷的 那现在刷的就感觉上 这个旧人跟这个teamwork就完全是 我是完全用不到 真是废掉了 这样大概这么一个样子吧 我好像还多了一个新的survival 这种刚买的东西 1%说实话有点有点弱 但是为什么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买 买些200这250越来越贵了 我买个这个吧 但好像有三个暂时暂时够用 这好像是第四张图 哇 这是应该是新 dlc的一个新加入的地选 这什么东西 我真是 好吧 我不觉得我这个狙击枪怎么没有瞄准镜了 整加 狙击枪 你是不是 对 对 这应该是我的人的声音吧 我把他招出来我只是觉得这个地方我不太清楚 所以我是想去让他自动的攻击一下敌人 我再探索一下 他好像是没有敌人了 好像是没有敌人 他一直跟着我直到是跟到了消失 但接着往前走 这地儿是天冷 可能我要把我这个风带换一下 敌人我刚升级敌人也在增强 这谁这么远啊 这是自爆的吗 好吧 276召唤生物这么高伤害 有一次新地图 可能这边我探索就要浪费时间了 因为我完全不清楚哪里有东西 哪里没有东西 这塔也探索一下吧 嗯 我管什么没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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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被被被被被被卡住了天 哇哇这是 這是个敌人 这是一个一个小boss啊 不太清楚这种地图 哪里会有箱子 都是屋子 感觉摊起来会很浪费时间 怎么屋子里还有个蝙蝠 那是个箱子吗 我连这个地区的箱子是什么样子都不太清楚 哎呦天呐不要乱屎 其实我想用这个用那把武器 现在是一个来福的一个半自动墙 可以单发杀还没有那么高 但是他起码射速快点 有意思一个船 我都应该是打到那个下边了 不是第三人称没有 这把狙击枪 我觉得不太好 尤其是在不倾注敌人的一个分布的情况下 我刚才听见了 好像是听见了boss的声音 这是我的人 往这 死了 这是谁的人 这是我的人 我一直在封面 是谁的人 在哪里 我一直在封面 你让我 我还可以 一个人 我 还可以 一是谁 你 你 有什么人 我 这把枪我觉得我要换了实在是攻速太慢了 这等于是他过来之后你不要提前闪避 等他爆弹之后再闪避 这有点恶心 这人死吗 换上这把枪然后按上这个东西 去 我太清楚这个攻击魔术了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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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较 比较恶心,他这个敌人 太,目气太重了 什么都看不到 目气真是太重 我找着一点脑袋 他为什么死完之后冒紫光 我以为掉了什么东西呢 然后这个箱子我也是不太清楚 长住百分之十伤害 这个现在是差百分之十五 我觉得换成这样子吧 我可能也会miss一些箱子 因为这个地区 说实话我还真的是不太清楚 这个箱子长什么样子 这是前进方向吗 有箱子吗 太,怎么说呢 雾气太大了 我都看不清楚 只能朝着一个大概的方向是瞎打 这箱子现在可能是我清楚了 所以说是能发现 朝着这个 谁打我 这是打什么地方是弱点 打到很奇怪的位置 告诉我是弱点 现在我的等级已经是有点赶上一个增长了 可能是我对这个地区不熟悉吧 而且我还使了很多的增加经验值的装备 我这地区倒是蛮大的 我没想到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范围 哎呦 天 什么呢 我把他招个这玩意出来了 都不太清楚哪有哪有敌人 是人吗 后边是我的宠物 前面是新的出口 你为什么要做这么多的呢 嗯,不好吃战,说实话有点,有点紧张 我先吃个这个加血吧 应该是全新东西,我们已经有打的过了 吃反了,然后有风暴,吃个老鼠 没有两个脸 怎么回事,这个 好啊 这个就,这个就真的没有辙了,我完全不清楚 我先出,我跑的前面,我发现没有路跑了 我知道旁边有那个龙卷风,就是暴风雪在追着我 但我往回跑的话,我没想到这个暴风雪就直接会把我打死 好,刚才我往下跑,我这个人物一直是有一个跌落动作 但是明明不是很高,也是中了好多招 这个就这么有办法,而且是一个全新的boss 完全是不太清楚是一个什么情况 嗯,总之就这样了,这算是一个生存模式 我觉得你要是说完全把新的dlc那个里边的所有的boss 包括地图什么的,再都熟悉一下之后的话呢 应该是会更好玩 这边的话,我觉得就先整个这边生存模式的开荒 就先到这了 呃,之后下期我觉得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打第二个dlc 那个dlc呢,我的理解应该是 它是对之前的那个主线的一个剧情 应该是进行一个就是额外的一个剧情线的一个推进 应该是接着主线剧情结束后吧 当时是好像是打了一个那个最终boss 然后我们是逃出来了 等于是接着那个之后的一个东西 但是全新剧情的开荒我还是比较期待 总之这边的生存模式就先录到这了 也是相当喜欢 这样我们下期见